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中国拥有5000多年的华夏文明史 这5000多年来 人类在中国这片领土上所留下来的历史遗迹 以及文化古迹数不胜数 而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一个信仰之地 这个地方就是长城 中国有句俗话说 不到长城非好汉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 长城是他们毕生的梦想 长城是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 工程最浩大的一座古代防御建筑 史书上记载 中国古代参与长城建造的诸侯国家和王朝有20多个 而正是这些古代人民的心血 才得以把长城延续到10万公里长 我们经常口中所说的万里长城 其实就是明长城修建于明朝 总长8851.8公里 东启 鸭禄江 畔 辽宁 釜山 西至 居庸关 整座长城构造比较简单 多是一些亮望口 烽火台以及城墙 烽火台之间互相连接 每三座自成一块区域 并且他们各自都设置在一些山峰的转角处 能够更好地去观察敌人的埋伏 在古时长城是用来防御的 在现代 长城也然是一座观赏型的建筑了 长城的美让无数人惊叹 那万里的长城就像是一条巨大的龙 盘踞在崇山峻岭之间一年四季风光无限 或许很多人都不曾知巧 长城东边的尽头到底在哪里 它位于大海之上 美得令人窒息 它就是山海关 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 全长26公里 是万里长城的第一关 而长城的尽头就在山海关的城南五公里处 这个地方就是老龙头 被中国人称为中华之魂 老龙头就是万里长城的头部 因此而得名 远远望去 万里长城似乎在浮海中细水 那海拳拍打着它沧桑的神区 那灰白色的城墙 与蔚蓝色的大海发生碰撞 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跨世纪的绝景 大家知道万里长城西边的镜头在哪吗 说出你的答案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